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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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今天就很謝謝大家的委會 也讓這個計畫開啟 讓大總先小總 採學合作一起培訓 新本地職未來人才 那希望我們這一次的合作 也會完成我們要去學習 合作 高學 高科大 是未來的話 假設研究手段 可能也可以這樣 那很難是謝謝各位你們支持 謝謝大家今天來參加 其實這個課程 有可能對你們來講 有可能有點莫捨 講簡單一點 就是我們剛剛的工具 這一些看到的還是很簡單 但是做起來有一點難度 那我們這個是完全不收費 包括接下來的提示 都是不收費的 那還有一位講師 他等一下就會出現 就是我們的神秘嘉賓 神秘嘉賓 不是啊 欸 開 開明抓得很好 對 這是我們 余老師 余老師 大家好 我是 余老師 這個技術啊 他一開始就是從美國那邊來的 但是 真正在推廣這個技術的人 他卻是德國人 因為他那時候不喜歡用烤漆 他就直接用 他土砲的工具 然後直接在車上直接修板金 然後他發現 這樣子好像有些人可以接受 因為那時候只能修八成而已 然後有一次呢 他在美國的一個 汽車運動大展上面 他擔任一個修車的職務 就是我今天展車 如果上面有凹 那這個時候 晚上了嘛 他就要把車趕快修好 然後隔天再繼續漂漂亮亮的展 展給大家 後來他的同事看到 他怎麼有這個技能 可以這樣子做 後來直接在展場上面 叫他秀給大家看 那個時候他就獲得成就感 他回去德國之後 就繼續研發所有的工具 還有技術 一直到現在 所以大家可以看 1931年到現在 其實這輛技術已經有80年了 那現在我們的圍板金呢 也稍微跟成龍板金有做一個結合 所以我們可以做了蠻多 那種很大壯的車子 我們需要很長的工具的時候 我的力量就會很小了 因為我的小D變長了 還會有一個受力 要傳到板金的那個受力點 所以我們在敲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讓你的板金 跟敲比一次 所以這個 線變特別細的地方 然後就是你的點 好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大家拍得到好 來 我們歡迎美少女登場 今天大部分是馬哥在講課 那我是做一個 主要是做一些實際操作的部分 那平常每天都一直在修車 所以累程度 唯一累就是早起啦 所以比較痛苦一點 對 現場要一直hold住 真的 對啊沒有那麼簡單 比平常修車還累 我修一整天車沒那麼累過 腰沒那麼痠過 那今天上課的學生們主要是從哪裡來的 好像大部分是南強工商汽修科的 然後還有 東南 東南的老師 有東南的學生嗎 好像有 還有現在在職的一些 業界的板金師傅 做汽車的 雖然說有一半的學生是業界的一些前輩 一些是可能還在學的一些學生 大部分在傳統板金這個領域的資歷 都是比我深 甚至跟我差不多 對啊所以 跟他們聊天其實 也學到蠻多一些傳統板金的一些觀念 那我覺得 PDR要很修復這種東西 跟傳統板金本來就是相輔相成的 當然多聊多一些變化 多一些想法一些衝擊 其實都多我們一定多少一些幫助 那最主要目的還是要讓一些年輕的學子 他們可以了解微板金 那老師們也可以 讓現在的氣球科的學生 或是想要往這邊發展的學生 他們有更多的出路 不是只有傳統版考可以選擇而已 然後讓他們以後就業可以比較多元貨 那這是跟南強 還有東南科大 他們做的一個教學計畫 那我們未來會有一個很盛大的 很完整的一個PDR教室 想學的人你們都可以過來 對我們希望你們來多了解PDR這個技術 我們希望這個社會 還有台灣的用車的環境 大家都可以知道這麼環保的技術 這麼優質的技術 今天上的這個跟我們平常上的最大的差異 其實就是差人數 因為我們之前是一對一 或是一對二一對三的小班子 就是深入的教學 那今天這個比較大班的 十幾二十個人 然後有業界的老師啊 學校裡面上課的學生 有些是車界裡面一些大老前輩們 上課多少會多一點點壓力 因為畢竟人多 然後再來是他們的資歷都沒有深 所以一開始會有點緊張 可是後面其實就還好 因為其實大家人都很好 而且都很踴躍地發問 那我們在做一些講解的東西 大家互相交流 這種課程真的是 我覺得對台灣的教育 是非常有幫助的 台灣加油 我們學的是one by one 一對一的 那我們最多收兩個學生 然後我們是密集的長期的 兩個月 就可以在我們這個位置 卓越凹橫修復綜合店 那台中店也有 那你只要私訊我們 我們就會跟你說明 怎麼來學費用 還有工具 時間多久 對我們一定會幫你訓練出去 讓你可以創業 對讓你可以用這個技術 來謀生 好啦 不要再講太多 我太累了 我是OK 拜拜 我的腰真的很痠耶 不管是什麼姿勢什麼技術 其實都是學無止盡 活到老學到老 好 謝謝 再見 拜拜